圣殿完成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咯 经过了撒加利亚和哈盖先知的鼓励 再加上从皇宫当中找出的许多的命令 让以色列人可以放心地恢复工作 并且本来那些预备要阻止他们动工的人 还被勒令要提供他们一切可以拿出来的帮助 原本要去控告的人 现在反倒成为了被告 上帝做事的方式还真的很不一样 也让这些以色列人 这下子可以全力地重新来重建圣殿了 在过程当中 撒加利亚先知还继续得到上帝的讯息来鼓励他们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就在大流氏王派他的官员去档案室查核以后 就下令要以色列人尽快地恢复成建圣殿的工作 同时还要求那些附近的官员 只要是建造圣殿有任何需要的材料 都必须尽力地提供 所以本来要去告状的 河西省的省长达奈还有士他波斯乃 这下子得要联合起来按照皇帝的命令提供建造圣殿的需要了 而这些回归的犹太人的父老领袖们看到这样的结果 加上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的鼓励 整个建殿的工作就开始快速地进行着 就在他们全力投入建造圣殿的时候 大约到了大流氏做皇帝的第四年九月 天父上帝给了撒加利亚先知一个信息 云南的时候 伯特利人派了沙利色、利坚米勒和他们的随从 去到正在重建的天父上帝的圣殿去 一方面要献祭祈求天父赐福他们 同时也带着一些问题来到祭祀和先知的面前 他们说 请教一下 我们是不是该像多年来 一样的是在第五个月进食 为圣殿被毁的事情哀伤纪念呢 原来这是他们在过去 为了国家被灭 圣殿被毁的时候 一个表示哀悼和悔改的活动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在重建圣殿了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继续进食了呢 这时候天父上帝就给撒加利亚回应 而撒加利亚就把这个讯息告诉那些来询问的人 他说 天父让我们告诉你们所有人 过去的七十年来 百姓们都固定在第五和第七个月进食哀伤 可是这些却不是为着增进上帝的缘故 这些吃喝或不吃不喝 不过都是在满足他们自己的想法罢了 天父爸爸借这个提问 就对渐渐开始繁荣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们说话 天父爸爸并不是要他们就不要进食 而且要趁机教导他们真正进食悔改的意义 天父给撒加利亚的信息还没有说完 撒加利亚继续地跟他们说 天父早就命令他的百姓 要凡事秉公行义 并且要以慈爱怜悯互相对待 绝对不可以欺负寡妇孤儿外地来的或是贫穷的人 更不可以刻意地去加害别人 可是百姓们却没有听进去 心像石头一样硬 既然听不尽上帝的话 那上帝就听不尽我们的祷告啊 最终他们终于因为不相信上帝而被分散到四处 但是现在上帝已经把百姓全部都带回来了 实现了上帝的预言啊 上帝说他已经给他们新的机会 可以好好重新地建造圣殿 和接受上帝的祝福 所以现在开始要百姓们好好认真地 遵行天父爸爸的话 诚实真诚地不要做假见证 要公道 要使人彼此和睦等等的好行为 都应该去活出来 那到底这些跟进食又有什么关系呢 撒加利亚就继续对他们说 只要这样好好遵行天父爸爸的话 喜爱真理和和平 从现在开始 在第四第五第七和第十个月 所举行的进食 就不再只是悔罪哀悼了 而是要成为犹大人民欢喜快乐的节起 原来同样是进食 可是可以变成感恩纪念的日子了 接下来撒加利亚不只回应了 关于进食的事情 还说起好多国家有关的预言 大致上是再次声明这些周边的国家 有的是要面对他们之前 伤害以色列百姓的审判 上帝更说 不单是以色列各支派是属上帝的 连那些不同的国家也都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这些国家所倚靠的财富 都会变成没有用的东西 而上帝所保护的 却没有任何的军队可以来伤害 这里其实和其他先知 也都有类似的预言的内容 只是已经不止在讲当时的国际状况 更是提到天父将来要派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事情 以及世界最后的结局等等 在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 最令大家熟悉的 就是他预告了 他们的君王有一天会骑着 一匹小驢子进到耶路撒冷 这里就是后来耶稣基督 骑着一匹路边迁来的小驢居 在百姓的欢呼声中 走进了耶路撒冷城一样 甚至还预言了 有用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 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被毛刺穿的事情 直到这个耶稣就是他们要等候 仰望的那一位 可是这些预言至少是在 耶稣降生前的三四百年前就说了 而且终于在耶稣身上印证了 他就是天父爸爸派来 带来真正拯救的上帝之子呢 百姓们在上帝必定赐福的讯息当中 遵照上帝的旨意 以及波斯皇帝塞鲁士 大流士和亚达学习的命令下 终于完成了整个建殿的工作 整个圣殿终于在大流士皇帝的 在位第六年亚达月的时间的第三日 全部完工 大致上 整个重建圣殿 大约花了四年多将近五年的时间 中间因为外人的攻击 造成的停工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所以等于整整将近二十年才完成圣殿的重建 到建好的这一刻 所有以色列流亡归来的百姓和祭司们 都欢欢喜喜地举行奉献圣殿的典礼 这场盛大的典礼 除了有许多的牛羊以外 很重要的是献了十二只公山羊 做他们的赎罪祭 用每一只代表一个以色列的支派 他们真诚地向上帝献上悔改的心意 接着还按照摩西书上的指示 把祭司和立位人都组织起来 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好好的侍奉上帝 到圣殿盖好的隔年的正月十四日 这些流亡归来的人民们 也照着天父的教导 要遵守渔业节 所有的祭司和立位人 都照仪式洁净自己来参与献祭 而这些流亡归来的以色列人 也都一起吃了随后的平安寄生 甚至有一些住在那个地方 也跟着敬拜上帝的其他百姓们 他们也开始参与这些献祭了 就这样的 他们过了整个逾越节的节期 一直进入到除孝节 整整按着规矩庆祝了七天 整个犹大帝都充满了快乐 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大事 不但是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还在波斯皇帝的帮助下重建了圣殿 怎么能不高兴呢 小朋友圣殿盖完了 那接下来呢 还有好多人会继续的回到犹大帝 别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当然也欢迎你们可以在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你的回应和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 下次跟你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 爱笑还想我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爱笑还想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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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